想請教委員怎麼看就是大帳房李文宗設違背職務收賄被壓 然後律師黃帝穎等法界人士認為 柯文哲設收賄成罪的機率是升高的 剛剛你講的那個黃帝穎 與其說他是律師不如說是綠營的達首吧 那他判斷的基準是什麼 我實在無同得知 請問怎麼看前科辦社會組長徐慈稱有透露說 李文宗就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李董 木可中望基金會都是李文宗的點 我不認識律師稱 我也不曉得他說了什麼話 柯文哲團隊的人都非常清楚 李文宗就是柯文哲的敗把兄弟 是他身邊比心腹還要心腹的人 可以進入市府担任要職 甚至整個柯文哲個人 還有民眾黨的政治獻金 或是成立民眾黨的附屬單位 相關基金會的運作 都是李文宗在當中做一個大掌柜的身份 所以現在民眾黨都急遇的甩鍋 就以李文宗被開除黨籍了 那想要把一切撇得一干二净 都是具體發生過的事件 所以呢 證據到哪裡就辦到哪裡 我們相信這樣一個社會關注的重大案件 簡連的出手偵辦 一波一波的偵訊行為 一定都是非常的嚴謹 沒有把握不會出手 所以就尊重簡連的調查 那這一切的關鍵核心是證據 不是政治 讓證據說話 不要讓政治來干預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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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